大家好 我是陈寗 趁著這次親民連假啊 我終於把我的全套Unify裝好了 這次花了不少錢 那我這次從哪裡買呢 其實我上一次就是從淘寶買回來 因為台灣現在有一點太貴了 所以我就直接從淘寶買 那我從淘寶買我找了一家 還算OK 上一次先給他先少量的買一些 這次再買大筆的 因為這樣子也買了五萬多塊 那我是走那個正式爆關的 看一下 你看這裡有這個以茶宴有沒有 這就是海關幫我打開又封回去的包裝 那你看好大一箱好大一箱 這麼大一箱 這是那個Unify自己出的網路線的箱子 以後有機會再買他的網路線好了 不過我現在網路線都是用APP的 好 那我們再回到這個機器 這機器啊 我這次是一次買齊了 我就不要再去等了 因為還要先買再來升級 那就是一個浪費嘛 所以你看我的Gateway就是這一台 Pro的 就是他的是Gateway Pro 有沒有 這一台是比較貴的 好像一萬多塊吧 那他就是他有兩個WAN 他可以插兩條網路出去 你如果說家裡同時有 中華電光世代跟那個C內的話 你就可以一個插光世代一個插C內 那這樣子如果網路壞掉的話 你就不用擔心會斷線 所以超方便的 但是我家只有一個網路 所以就插一個就好了 那這個是LAN 這個是區域網路嘛 那我就從後面拉過來 插到這個16 port的PoE的Switch 那為什麼這個要買那個有PoE的呢 PoE就是他只要插網路線 就可以幫AP 比如說什麼基地台啊 攝影機這些東西供電 那為什麼用這個 因為我有裝這個Unified的AP 就是這個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這個我就沒有一次攻頂了 這個喔 因為我用的是Pro Pro的要5000多塊吧 那如果攻頂是HD7夜級 然後一萬多塊有點太貴 我家用了三顆 所以我家現在超棒的 走到哪裡網路都超快的 我覺得超開心的 但是呢 我們還是先回到這個 這個Switch上喔 但是重點來了 這個16 port還好 是這一台重點有沒有 這台16XG 這台XG啊 是10G網路的 我終於升級10G網路了 喔 真是太棒了 終於升級10G網路 那為什麼要買他家的 你看喔 他家是用光纖口 這個東西是光纖口 這裡都有這個塞子 你看這拔出來 就有光纖口 那其實我光纖模組 都買好了在這裡 但是因為 台灣這邊 親民連假都沒有出貨的關係 所以我的光纖線要到 好像要明天還是後天才會收到吧 所以現在只有光纖模組 那到時候光纖線收到之後 就這樣子插進去 這樣插進去 哇這個Switch跟這個Gateway中間 就是走光纖了 感覺超棒的 可是之前有人笑我這件事情 他說 人家光纖是3公里在用的 你這個才30公分 10公分的用什麼光纖 我說你這種嘲笑都沒意思了 你知道光纖是男人的浪漫嗎 家裡有光纖多棒啊 你們用那個銅線 我用光纖多好 你知道這光纖頭 光纖頭一顆 這個10句的頭 一顆要700塊耶 這一顆要700 這樣兩顆要1400耶 你不覺得這就是男人的浪漫嗎 這麼貴 買那個什麼 女生會買那個CD的口紅啊 一支兩三千塊 我也覺得很貴啊 我買一個光纖頭700塊 我覺得很合理啊對不對 好那回到這個 你看它有12個光纖孔 這些都是光纖孔 這塞子拔起來都是光纖孔 為什麼呢 因為啊 我的NAS就是這台Synology 3617 這台12萬的NAS 之前大家有看過嗎 它的官方原廠的10G網路卡 就是光纖的 那因為光纖如果我在台灣買 比如說什麼D-Link啊 NetGear啊 也很貴啊 那既然這麼貴 我乾脆就是這個Unified的全套西裝 一次購組 一次購組 我就可以這樣子擺在一起 我看了就很開心啊 你看我就是一個視覺系的動物 其實這台機器啊 這Switch 它的這個耳朵 就是這個鎖機架耳朵 是另外要鎖上去的 它不用鎖 它是另外用螺絲鎖上去 可是你看 我明明不鎖機架 可是我還是把它鎖上去 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子 視覺上才會統一嘛 你看擺在這裡 是不是感覺家裡就有機架的感覺 可是我沒有買機架 因為我家放不下機架 所以就放在這個CD櫃 這個櫃只是放CD的 裡面都是CD 有沒有 Linkin Park 還有這個 所以我就把它放在CD櫃上面 這樣就可以每天看到 然後這種東西就是要放在顯眼的地方 每天看它 這才開心嘛 你買這東西 然後把它放在倉庫裡幹嘛呢 不過這個Gateway 有一個讓我很崩潰的事情 就是它的聲音超大 我去上網看他們官方的論壇 然後就有人裡面說 這台是Unbelievable Loud Noise 我拿起來真的是Unbelievable 怎麼會有這麼大聲的東西 所以我就把它的風扇拆起來 在這裡面 這就是它的風扇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它這麼大聲 那把它拆起來之後 我想說沒風扇就算 結果很意外的 它的溫度就暴增到90度了 所以我現在先隨便裝個比較小的風扇進去 那我之後再去光滑換個無聲的風扇 不過很可惜就是剛剛有講到嘛 因為光纖線還沒來的關係 所以我現在沒有10G 就這樣子吧 就等到光纖線來再跟大家試試看 這10G玩起來怎麼樣 好今天開箱就到這裡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那請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並幫我的粉絲按讚加入搶先看 我們今天要講到這裡囉 大家再見 拜拜